哈喽 处女座的伙伴 事业运主要是爱人牌的反排哦 这个感觉上爱人牌反排 然后保健9逆位 保健5正位 然后圣杯3跟圣杯10也都是逆位 这个工作运势真的不是很好 而且有一些很多的困难 还有一些诱惑跟陷阱 就是有一些情感上面 就是工作跟情感纠葛在一起的那种诱惑跟陷阱 要小心哦 一个不小心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的 这个想要回头就来不及的 可能就是有人想 运用情感而导致你工作上做一些错误的决策吧 如果涉及财务的重大的决定的 这个更要小心 因为这里面都有陷阱 如果你没有办法想清楚的话 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这个就是有人要运用这一个 他情感上或者是种种优势去让你做一些不是很好的决定 就这时候就尽量避免做这种重大的决定 对于处女座的处女座的伙伴来说是好的 因为圣贝斯也是另一位啊 就是 他几乎预示着 你这个决定你在做的时候 你的家人就不接受了 所以你可以以你家人的意见为主要 如果你的家人拒绝接受的决定 就是你要慢一点去做决定了 就是你已经受到外在的影响 而做一个你的家人很不喜欢很不理解很不接受的决定 那么这个时候请你一定要在这两者当中取得平衡 甚至要慢一点做决定 要用一个比较长远的角度去考虑你那个问题 就不要放弃解决的希望啦 可是现在这个时段就是 可能你的家人他会反映说 你在工作上是不是有一些事情 然后受到了影响 然后让你的心不在家里了 一定会有人这么跟你反应 你的家人会怎么反应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 我建议还是以你的家人 因为外面的那些事情很有可能是在诱惑你 是要让你有一些 提供一些资源吧 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啦 因为你曾经有一些成果 而且你曾经的努力是有报偿的 因为有圣杯三逆位 但是你曾经的努力这些报偿 别人是看在眼里 但是你也做了一些错事 是需要被检讨的 被批评的 这些别人都看在眼里 等于就是你可能有一些把柄被人家拿到了 算总账吧 有这个感觉啦 个人情况不同就 自己参佐吧 因为这每一个人的状态不同 我也没有办法讲太多 而且又保健武的正位就代表说有一些痛苦的状况 而且竞争很激烈 竞争很激烈的斗争就是保健武正位 你一定要武装你自己啊 你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就我觉得还是家人比较可以信任 如果是我啦 我一定会选择比较信任家人 你甚至会就有一点担心害怕 如果你工作上有一些trouble 担心你的家人知道的话 你就早点跟你的家人坦白 这样你心中的担心害怕 就会度过一半的 然后真的有事情就走一步算一步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冰冻三尺非 以日之寒的那个问题 就是曾经可能做一些错事吧 但是也没有错很大 就是工作上一些瑕疵 可能你怕你家人知道我怎样 我觉得你还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你就还是早一点去修正 我觉得是比较有利的 好了那我就 事业运就解释到这里咯 那学业运我就临时抽牌了 看看啊那么快掉出来 钱币四 我觉得钱币四是好牌 以学习来讲 钱币四就是你是很努力的 非常非常努力的 想要赶快抓住一些东西 抓住一些资源的 你是很努力很珍惜你的学习的每一个机会 你想要考试上岸的 你一定很努力的想要让自己上岸 我觉得学习状况是不错的 你只要再掌握一下学习的重点 持续在课业上努力 之后的你的学习表现会越来越稳定 然后这个这种持续很适合就一步一步 你一定可行的计划 按部就班去执行自己的学习计划 就算你跟别人的学习进度都不一样也没有关系 你就做你自己就好 你就好好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学习 这样就好了 可是它可能也意味着你的方式跟老师跟同学都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你不太需要去管别人 你只需要按照你自己的方式 学到自己真的很有思想的那一套 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圣悲期的正位同时也意味着 你可能想多了 这个也想要 那个也想要 这个也想学 那个也想学 这是好事啦 求知欲很强 但是不要胡伦吞枣哦 因为太多的话你一时之间你是吸收不了的 就慢慢慢慢累积实力 慢慢的去努力加强 你可以在某一些部分去发挥你的想象力去做一些多的学习 可是我觉得还是实际一点学 包含可能你现在你在选择 接下来是要考试还是要工作 或者是你在选考试的学校 你这个也想考那个也想考 就每个都想要 我觉得太多了 你还是把那些专注 你最强的目标的那些 科目的那几间 学校先固定下来 就不要再选了 你选太多 选到最后你会乱掉 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啦 因为你必须先考虑你自己的能力跟需求 你不只要考进去 你考进去之后你还是要在里面发挥的很好啊 所以还是要以自己的个性性向需求长远去判断啊 过多的想法就是一种比较贪心比较虚幻的状况 就是只是让自己越想越乱 越想越乱 越想越没有自信 其实不需要 你只需要认真去考 认真按部就班的去做 不要说这个也想考 那个也想考 就集中火力 集中你的能力去考一个你觉得你很有把握可以考上的 这样就行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给这个处女座小天使的学业运的一个状况 那下一张是愚者牌 愚者牌学业运是你的学习的方式学习的方向还要再调整一下 虽然你充满动力非常有冲击 可是还是有一些你不知道该怎么走的部分 还是我觉得方向有一点走错路 你的学习方向还是走错了 你还是用了错误的方式去学习 所以如果你之前有点失败 就是因为你的学习方法错 所以才没有成果 那没有关系 今年扭转 乾坤新年新希望 一切重新开始 好好的努力 一定 恍天不复苦 新人上天会给我们该有的回报的 好了 学医就解释到这里咯 那处女座的感情运 我们就临时抽牌咯 哇喷牌 保健国王 然后底牌是圣杯八的逆位 感情运 保健国王 真的是一个有点伤人的一个牌 牌的状况 圣杯八的逆位 你就欲走 环柳 是怎么样 吵架了吗 还是一些外在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就影响到你们的感情了呢 总之两个人对感情是很理智的面对啊 可是你们可能会有点计较觉得你们自己的付出很像 会觉得有一点不公平 其实爱情你去讲公不公平 我觉得这个都 有一点失去准则 你只要注意爱自己保护自己就好了 剩下的多余的付出公平跟不公平 这个到底要怎么计算呢 有时候买卖都不好计算了 更何况是爱情 越是想公平不公平 只是越减低彼此的吸引力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这样计算 那你干嘛还要谈恋爱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谈恋爱啦 如果你要这么理性的话 还需要谈恋爱吗 那就是各取所需嘛 没有放太多感情 也就是一种互相的分享而已嘛 所以不要去在意太多的公平跟不公平 我觉得还是感性一点 因为圣杯八 圣杯八它是水的元素 我觉得你们还是很有爱的 可能就是有很多的失望嘛 但是其实这个感情 也走到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就是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 要么就是结婚 要么很有可能就是走向分手 可是其实这是一个天意啦 到底是结婚还是分手 我觉得这个都是天意 因为因缘这种东西 其实剧本已经写好了 只要在每一个片刻 好聚好散 都是愉快的经验 愉快的感情 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买卖不成人意在啊 还是有一些转变是没有办法抵抗的 我们就好好的去接受 虽然会很伤心 会有点伤心 有点开心 但是这个就是人生嘛 还是让自己正向乐观的往前走就好了 我觉得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还算是真诚的爱啦 只是可能 可能 可能你们知道要走入下一个阶段了吧 做一些改变 就可以把这一段爱继续维持下去 那如果这段爱维持下去了 就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努力 所获得的成果 我们再看下一张牌卡是什么 哇 它是吊人牌 吊人牌代表顺其自然 那我刚刚有一个部分讲的没有错 很多事情 尤其婚姻情感这种事情 真的就是天意 既然是天意就随顺姻缘 因为情感是抓不住的 它根本没有办法勉强啊 它有任何一丝勉强都很奇怪 而且两人的 想法可能就是出生背景 就是有一点不太相同 虽然有一些交集的地方 但是表面是有差异的 可是还是有一种优缺点 互补的感觉啦 所以就还是就顺其自然吧 不需要有所行动 其实我觉得自然而然 你就会水到渠成 自然而然你就会知道 这段情路接下来该怎么走了 因为有一个吊人牌 虽然感觉上有一些停滞 可是其实是稳定的 之后会是结束 还是在进入下一个阶段 共结联礼 其实这个剧本已经写定了 不需要太得失了 让自己开心 让对方开心 好聚好散 在每一个花开花谢 都珍惜片刻当下的美好 这个才是情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花开花谢 是假 珍惜 爱护是真 这是我曾经自己写的一个小诗 大概就是我给这个占卜的一个回馈吧 我曾经写的一首小诗 见落花 直到落花 忘了她曾经开花 见开花 直到开花 没想到 她将落花 花开花落 因缘一场 执着 开探是假 珍惜 爱护是真 这个排面就是这个意思 花开花落 因缘一场 执着 开探是假 珍惜 爱护是真 剧本写好了 尤其是情观 该怎样就怎样 总是会知道 到最后是哪样的 等到那一天 啊哈 你明白的时候 你会发觉 中间那些 曾经不珍惜的 曾经伤害的人的 才是后悔的 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因为人总是会 到老去死去的那一天 这个就是 来来去去 就是这个样子 珍惜才是对的 大体上就是这样了 好了 先这样了 拜拜